其實我們每天都會有很多千千萬萬的念頭 其實有些人會說為什麼禅修時才會出現呢? 其實不是禅修時才會出現 其實根本你每一刻每一分鐘有很多念頭 因為禅修時是突然間有些機能 讓你學生能夠割查這些念頭 其實這些念頭是一向割查的 好了 我們回來了 以下的題目我們講一下 生活化一點的 之前兩個比較沉重的題目我們講一下 生活化 其實這件事是好的 因為很多人真的對禅修是有很大的興趣 但是始終在現今社會已經有進步了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應該怎樣禅修 就是知道很多時候就是坐在這裏 不是很適合去 或者是最初最初的家庭 其實在家裡我也有些故事想分享 但是我們就針對一下這件事簡簡單簡單 我看到現在的西方社會 尤其是美國都好像興建了禅修這個 他們說了現在興建了一個叫做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就是一個Mindfulness Meditation 其實是講正面的 我可以先分享一個故事 那天我跟我們的concent 就是Raven去過 他知道我有打開了 然後就說 其實我也去講 這個concent和另外一個問題 坐在吃飯 正晚上 他說他對禅修有興趣 打了 他知道我一直都有打了 然後就說 我想聽聽他說 我也有試的 我說你覺得禅修或者打了是怎樣 他就試過 但是好像不太好 我就叫他一邊說 那我沒有太好 一開始就沒有太好 他就說 我試過坐在這裡 就是20分鐘 但是好像不知道 坐不到 坐不到 沒有什麼 第一 他當然不是試了一段很長時間 或者一個禮拜試了一兩次 那我都是由他講 那我身邊就有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三個已經很熟 幾十個 那他就說 他有一些體會 他都不是一個會坐定定的 在這裡禅修 但是他就有一個分別 因為他會 你可以說是有多一點慰根也好 或者他有一種經驗 就是說 其實禅修 或者對他來說 的meditation 是 只不過是 你想知道發生什麼 就是他這樣說 因為我有時候 因為我有時候 因為我跟他有時候聊天 大家很好的朋友 都有分享這些事情 那他就有個習慣 那他就解釋給他 他有個習慣 他有時候會洗澡 洗澡 那他會用一個 Hot t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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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是 他就喜歡坐在一個 Hot tub 那很熱很熱的時候 他就會有個習慣 就是很寧靜的時候 就會去留意自己的呼吸 嗯 他是沒有 熟悉習慣的 他比較有恩怨 他的恩怨就是我 就是我有時候跟他聊天 我都知道是很好的朋友 我跟他聊天 有時候都會 他會感覺到自己的呼吸 他就說那個時候 他會 我們講我們的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我們人的腦 是 有我們 就是普通日常生活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但是隱藏著 有一個叫做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我們自己的領域 再低層次就叫做 unconscious 就是有這個 就好像一個 冰山的 冰山 就是你見到冰山的 千千的一個 就是一部分 然後我們的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水底 很大很大很大 然後他就會發覺 就有些很多不同的年頭 一些很普通的 又行的 或者一些心臣子會 會大眼浮現上來 例如他會想一下 今天應該做些什麼 或者想回沉蝕了些什麼 那一刻他就說 好像 有時候 或者有時候 平時沒有想開的事情 就會浮現出來 那他就 就是 知道 就知道了 有這些 那他就 用了兩個英文字 或者一個英文字 就說 那一刻 就其實 因為他知道 他自己是充滿的 他不是應該 他處理那些東西 他只不過盡量去 去 appreciate 這些這樣的東西 浮現出來的時候 就是很簡單 就是 Appreciate 一些 或者 家人的事等等 流完出來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他 什麼念頭走出來 或者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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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解釋就是 盡量去知道了 有些什麼是去 或者遲些應該做的 但是那一刻 就不會去想的 只不過盡量清清楚了 就知道 當然有少許窄窄的 但是就說 應該是去 appreciate 就是無論有什麼 浮現出來 他知道了就是 當他很 relax的時候 因為我跟他之後 就是在那個conversation裡說 是 因為我們禪修 當我們靜下來的時候 無論你坐 很簡單 我都會做的 一些最 standard 或者最 normal的禪修 做 當我們很多東西淨化下來 好像我這個朋友 在洗澡的時候 很熱 他就是一邊留意呼吸 當你好像一些污 一些泥水 淨下來的泥 是泥會沉在底裡 那你就會很清楚見到一些東西 而你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你的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你平時沒有刻意去想 但是其實 你是對這些事情有很多關聯 就給這些機會去浮出來 就看你視乎 首先第一步就是清楚去知道 或者一些東西是提及到 原來你真的要去面對 去接受的 或者當一刻 你未必想去處理 但是你先知道了 就是你給了一個機會 給你的 subconscious mind 去浮一些東西出來 之後就提醒你 應該用什麼恰當的態度 或者方法去面對 去處理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 你不想想的東西 但是應該是需要處理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會浮出來 那是不是每樣東西都是代表著 你自己的東西 未必是 但是就是 有些關聯 有些因緣 有些因緣 而那些因緣 不是代表好與壞 或者不好 不壞 只是有些因緣 有些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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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我們神修 其實我們很多毋力 很多千千萬萬億的念頭 其實為什麽有些人會說 為什麽是禅修時才出現呢 其實不是禅修時才出現 其實根本你每一刻每一分鐘很多念頭 等於是禅修時 是被你突然間有些機能 被你學生去割查到這些念頭 其實這些念頭 是不如我們割查到的 所以我自己的體會就是 無論你是禅修還是不禅修 都能分析到你的念頭的出現消散 出現消散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基本的 那個定 什麽叫定 定 它出現了 一定會消失 消失了 所以你不需要太介 尤其是禅修打坐 或者你做的 就是你習慣了它 你習慣了它 就是你當一些魂 魂會飄過 你不會去不讓一些魂飄過 是的 就是魂飄過 就是魂飄過 這個就是我們去練習 那就是如果我們執著它 就會很多時候產生很多問題 其實是 因為其實你不會執著有個魂 你不會執著有魂 但是現在往往那些人的 不要執著有魂就是一個念頭 就是天空 為何有個魂在天空上 我們剛剛呢 如果你正在看那一段 你會覺得或者我們摸摸摸摸摸摸 就是因為我們的恩怨 那魂飄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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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不是遇到很多時間 但是剛才就是 你當這個 我們的念頭就是 你這一刻 我的念頭就是 就說我自己拆多一段 我不是說想錄個影片 都是這樣 這個是我的念頭 就當是一個魂 那如果我執著它 就不會搞錯 我就會令到自己 是的 你有問題先 你有沒有察覺到 當我們就下下下這樣 又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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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念頭就是 快點弄回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突然這樣 是不是有什麼WiFi問題 我會有些念不出來 是的 其實很正常 就不要執著它 很多人就會執著它 哇是否搞錯 等等等等 如果我們再執著它 剛才我和你練不出來 就因為有剛才的恩怨 是的 WiFi不行 所以有這些念頭出現 也是一個原生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不執著它 OK 沒辦法 你當然是想這件事發生得好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公司的WiFi 好像是可以是不行 就是隨時會沒有 我們想把握現在應有的機會 錄下去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每天發生很多事情 如果一些人可能沒有禪師 那些人很蠻震 很醜 然後令自己發生 是的 所以剛才說禪師其實很生活化 是的 不一定是打獨 因為剛才這裏 就可以看回國際自己的動念 令很多事發生 是的 跟著真緣會離開 那你自己創立那些機會 如果想繼續做得好 那我們不再遲些設定另一個時間 等等 就是不會太執著 一定要這一刻去處理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真的不令到我們控制 不是所有事情都令到我們控制 如果你聽回我們頭一兩集 就是一些 有些 再 heavy 一點的 就是心靈體別 等等 但是很簡單一點 又有就是 這一刻 如果用心靈的一句就是 照見五永皆空 對 到一切 如果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 世事所有東西 都有這個空性 大致上就是無常 無和 一路去變化 因為 觀察自己發生一些事情 之後 自己裏面的起心動念 有沒有被罰到 需要來 就是禅心結束一個 的頂處 是的 OK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